大家好,这里是灵独解说 今天我们要主要给大家推荐 五个非常实用的网站 第一个网站就是这个 完全免费开源的 AI去除图片不削的部分 网站默认是英文的 我们先给它翻译一下 实用非常简单 上传图片以后 几百钟内就可以帮你从图片中 删除不削的部分 关键是删除部分以后 不会算坏 没有图片的背景 非常的厉害 而且它是百分百完全免费的 也不需要注册 你只需要点击 上传图片的按钮 然后选择要修改的图片 上传以后 这里你可以修改这个刷子大小 然后通过这个笔刷 选择要去除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不够撤离的话 那么还可以再刷一遍 这样就非常干净了 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现在我们把这个本子 也给它刷掉吧 刷掉以后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是圆图 这个是修改以后的效果 现在我们给它下载下来 就可以了 它现在已经自动修复了 这个图片的背景 可能有的人会说 这个图片的背景太单一了 这样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 竟然我们选择另外一张图片 来进行测试一下 比如我们把这个电脑屏幕 给它去掉 这个屏幕 它至少跨了三个不同的区域 我们先给它上传上去 上传以后 我们同样用这笔刷 给它刷掉 刷掉以后 它的背景 同样是非常干净 真实的 看不出任何的病友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二个网站 就是这个无版权的免费图片素材网站 Unspriced 里面图片质量非常的高 你可以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或者需要的图片 打开图片以后 选择要下载的图片大小 然后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注册任何的账号就可以使用 非常的方便 关键词里面的图片 你是可以放心免费商用的 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 需要找什么图片素材的话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来进行搜索 比如我输入Mobile 就可以搜索出 它连有关这个手机的图片 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三个 就是真正可以免费商用 无需授权的字体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字体可以随便免费商用的 否则一旦遇到流氓字体的话 哪怕你只用了几个字 他都可以来罚你十几二十万的 之前就有一位up主 由于他不小心在视频字幕中 使用几个方针的字体 就被罚了十万人民币 不交钱的话 版权流氓公司就会起诉他 方针字体确实是非常流氓的 当你在晚上搜索 免费自己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大堆的方针字体 一些字幕君不小心的话 就会误以为 他是可以免费商用的 其实他下面有一行 小到你几乎看不到的说明 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他上面显示 如果商用的话需要授权 如果哪个倒霉鬼 不小心使用方针字体 普通人还好 额不到你的钱 人家不会管你 但是如果对方觉得你有钱了 那么方针字体 就会给你发律师函 所以你违法了 没购买版权 就使用我们的方针字体 得罚钱 几个字就要罚你十几万 不交钱的话 那就上法院告你 当然我不是说 没有版权意识 你就有理了 你就可以随便使用 人家版权的东西了 但是对于一些版权流氓公司 我们该说还是得说 如果无意中使用几个方针字体 你就要罚人十几二十万的 这该马路上碰瓷的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大家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远离方针的任何字体就对了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比较全面的 真正可以免费商用的字体 不需要任何的授权 就可以放轻使用 里面非常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进行下载或者收藏 这个是字体的开源协议 都是可以免费商用的 比如我打开 是原黑体 然后在下面选择 简体或者繁体 进入以后 点击最新发布 然后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字体 点击OTF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以后 我们刷新打开 来进行安装下这个字体 这里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当你在编辑完字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选择 这种真正免费的字体了 比如我选择这个 我比较常用的诗原黑体 这是一款非常良心的字体了 关键是还非常的好看 选择字体以后 我们再收入 零度解说 最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这款字体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免费开源 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 下一地址 我已经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四个网站 就是这个 iConFound 在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快速找到 iCon图标的所有尺窗 比如我们输入 PC 然后在左侧选择 Fly 刷选出的这些图标 都是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的 你还可以选择图标大小 点击这个 More Size 就会出现更多的尺寸 最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介绍第五个网站 它就是这个 房子的三维设计网站 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方这个 Language 然后在里面选择 适合以自己的语言 如果你想给你现在的 或者是未来的房子 制作一个 三维设计图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根据你自己的审美 来进行创建设计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它的免费版已经足够所用了